我覺得老公還是有 現在也就是保持著開驚喜 五星好評 真的嗎 哇 口碑很好 然後幫我勾非常滿意 看完驚喜包之後 他們在稱讚什麼部分 一定要稱讚的啊 流連忘返耶 對啊 我真心的發現 一個女生的經濟程度 就看她有沒有真的 在經濟書上面嚇唬呼 像我其實是已經有年紀的 中年父子 所以我覺得對我而言 保養這件事情是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還想再生第二次 其實我本來就預計休息一年 因為其實我是活不慘的關係 醫生也會比較建議 讓身體有充分的休息 所以我本來就跟我老公說 我們兩個新手爸媽嘛 先帶孩子帶到一歲 我們可以比較上手 我們帶孩子生第二個 其實我都可以 而且我發現 現在好像想生女生的人更多 然後包括我老公的朋友 都生男生 那我老公開始很得意 你看之後我生女兒多棒 然後他朋友就說 我們都有幾個會追女女兒 然後我老公就 因為像我老公自己也滿愛女的 所以我覺得他 看到我的狀況可以維持 其實他也會替我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其實除毛是最基本的一毛 其實他是一個私密處的清潔 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森林嘛 很常會就是找不到出路 那我覺得很容易就是 會有一些感染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除毛很重要 再來你說顏色跟澎潤度 是因為你總要先除了 才會看到他前面 就像男生鬍子刮掉之後 你會看到他底下的肌膚 女生私密處理是一樣的道理 真的除完了之後 就是會有一種 哇 回到過去 老公會有感覺出那個差片 我覺得應該講說就是說 你至少不能退步吧 對 就是你的基本分數不能掉 那會讓大家會有負評的原因 一定會覺得說 大步無前 畢竟人還是很感官的動物嘛 對 所以我覺得 只要你的基本分數不掉 我們還可以再往上提升 自然而然對方就有一種 開驚喜包的感覺 就覺得 欸 劍達出奇戰的那種 你知道就 啊 竟然裡面 所以老公還是有 現在也就是保持著開驚喜 五星好評 真的嗎 哇 寶貝很好 剛好幫我勾 非常滿意 然後 其實就是 有了小孩子 就是愛的食物 很少 我的生活品質 並沒有被影響到 對 並沒有說 生了孩子之後 就什麼東西少了一點 所以肯定還是 阿伯 就是 對 對 對 就是 五星好評 就是一定會再回來 的意思 看完驚喜包之後 他們的稱讚什麼部分 一定要稱讚的啊 流連忘返耶 對啊 真的 我生完了之後 他就說 老婆你都沒變 你好棒喔 有他這一句你就覺得 開心嗎 因為你不能 年久失修 妳之前做的那個書啊 有有有 我跟你講 我就算 最後一個章節的 最後兩千字 因為我原本想要是 八月到我生日的時候 但是因為 有些東西我一直不斷地在修改 再加上就是當媽媽照會腦霧 我會忘記我寫過什麼 最後的兩千字 可以 可以可以 不能跳票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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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